You see a celebration in Kazakhstan? 贝贝TVO 两岁啦 他们身处不同的领域 却释放出同样巨大的精神能量 人物栏目正面接近杰出人物 全息透视时代影响 系列节目正面影响正在播出 四十年来 两日元十三号公寓这盏灯的主人 纪献林教授准时开始每一天的工作 纪献林被誉为国宝级学者 知识分子的楷模 他是北京大学唯一的终身教授 一生与文字结伴 中文以外 他精通英文 德文和法文 曾涉猎俄文 斯拉夫文和阿拉伯文 各类著作达千万字之多 不过他专长研究的 是冷门的印度古典梵文 和中亚西亚的土火罗文 冷门有个人冷门 这个 中文之你讲这个学术 对国家有用没用 我是这么理解 都有用 学好了都有用 学不好都没用 现在我有一天呢 不写东西啊 晚上就感觉到 好像犯了罪一样 带走一天 速度光阴 看书 显东西 最终需要 生活的第一需要 每天早上 当季献林忙完四五个小时的工作后 北大校园的一天才真正开始 1946年 季献林与北京大学 创立东方语言文学系 将梵文研究带到中国 今天 北京大学 仍然是中国唯一教授梵文的大学 学习梵文确实是非常难的 它是现存印度语当中 变化最多的语言之一吧 能够坚持下来的学生 确实是非常少的 梵文是印度古代知识分子 使用的语言 相当于中国的文言文 在现代印度 隆重的仪式上 仍然沿用梵文 宗教和文学经典 也多以梵文为主 18世纪末开始 梵文引起欧洲学术界的兴趣 因为这种语言被断定和拉丁文 希腊文同源 和欧洲语言同属一个语系 但是梵文和中国又有什么渊源 竟然吸引季献林去学 去研究呢 要想研究中国的哲学 研究中国的思想时 要不回范围呢 就很困难 要想了解中国文化 必须了解印度文化 它就明显很深 像咱们在唐代 高僧 像轩壮 意境 他们本人翻译得非常好 后来到了清代 明代 中国几乎没有回范围的 从后师 唐永通先生 也开始五四以后不久吧 他就感觉到中国 应该研究范围 原因就是刚才说那个 像北京大学 这是最高学府的 应该有 找不到人 早在1935年 基献林已经在日记里 记下一番心理话 立志要学梵文 我又想到 我终于非读梵文不可 中国文化 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深了 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 彻底研究一下 或能有所发明 1994年 基献林83岁的时候 每天骑自行车 往返图书馆 花两年时间 搜集资料 写成了八十万字的 唐诗 在他眼中 唐这种微不足道的 日用品背后 原来隐藏着一部 生动的文化交流室 有个敦煌的卷子 这边发行 背后呢 你看过这个文章 背后有十几行 就沾那个糖 我第一次看也不懂 最后有一个字 叫沙格林 我问沙格林就是沙格啊 就是翻文字 这一个字一解决 整个的就活了 图书馆 有这个四股全书 那里边有个材料 我就一个笨办法 只要书没有关的 我就拿着看看 实际上那个 书库的温度 可以打到四十度 冬天呢 就是 高峰下雪 地下全是冰 没有阶段 像图书馆员就奇怪 我那时候已经把市多了 可是我没感觉的年纪量 很笨的办法 可是 从笨的办法也没有 很苦啊 一本没人查 有时候 有时候差一天 一点才发现不了 有时候就 有很多的发现 很高兴极了 他们身处不同的领域 却侍奉出同样巨大的精神能量 人物栏目 正面接近 杰出人物 全息透视 时代影响 系列节目正面影响 正在播出 您正在收看的是 人物栏目 精通外语的纪线林 很早就注意到 唐这个字在不同文字中的名称各异 却都是由梵文演变而成的 唐最初就是由印度传入欧洲 在中国 种植甘蔗 榨汁制唐的方法 早在唐代以前已经掌握 但是纪献林在门线中找到记录 中国在唐代曾经派人到印度 学习熬唐的方法 学成之后 经过不断改进 结果精炼成的白糖和制糖技术 又回流到印度 所以印度人称白糖 意思是和中国有关 语言的背后蕴含的是 不同文化的交流 G.C.An Lin 一九九九年 印度最高文学研究机构 印度文学院 授予纪献林名誉院士头衔 表彰她在泛文和文化研究方面 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这项荣誉至今 只收予了五位外国学者 纪献林是唯一的亚洲人 老了一个非常平安 没什么了不起 对我的优点的话 我只讲勤奋 我每看一趟图书馆 没感觉自己已经是老人了 没这感觉 你知道我有几个费力很大的书 写完以后 我才感觉到我现在是个老人了 2001年8月初 纪献林从北京返回山东老家 一方面出席当地政府为他庆贺九十寿成的活动 更重要的是回乡拜祭父母 应该家乡 给我这么搞得容易啊 没想到 我之前就是 像一个管家的总统 放北京那样的 我们这官方没多少人 等一千七百多人 他们都出来了 我说 我六岁离开农村 离开是我们家里边困集了 如果我要不到济南 我会走另外一条路 就是牛棉 牛棉还是皮脓 没有地啊 纪献林曾经用一片辉煌 来形容自己的童年 他六岁就离开父母 投靠叔父 由叔父服于成人 喜欢念书的纪献林 于1930年投靠大学 舍弃北大 选择清华 就读西洋文学系 北大我也报名了 清华也报名了 两个都取杀了 那我想出国就进了清华 当时我们的句话叫 抢一只饭碗 吃饭的碗 很难 除外以后的话就镀金 一镀金以后 抢饭碗的能力就增加了 就这么简单 我这边是稍无大致 没想什么做什么学者 即将能够找一个工作 有饭吃 我家里边学我这个来支持 那时候有时间 碰见了好多课 朱子清课我也听过 那就是中卫系的 一根拨我也听过 后来就听这个 声音缺陷的课 这个时间比较长 感觉了就做学问 怎么做 想要收集资料 然后再对这个资料 进行解释 怎么解释 怎么讲 最后呢 从这里边得出一些规律 得出结论 所以后来我对这个 科学 对翻文 与兴趣 跟他的课有关系 季显林在清华 以四年全优的成绩 大学毕业 一年后 他以交换研究生的身份 到德国留学 当年一起出发去德国的 还有曾任外交部长的 乔冠华 到德国后 季显林决定 到宁静的戈亭根大学 学习范文 1936年春季 我到高斯维伯楼 东方研究所 去上第一课 在林街的一面墙上 在镜矿里 贴着德国范文学家的 照片 有三四十人之多 我从此就天天到这个研究所来 我从此找到了 我真正想走的道路 在德国留学期间 季显林不仅学习了范文 还跟随土火罗文研究的开山鼻祖西克教授 学习了这种曾经消失的文字 土火罗文 土火罗文是古代中亚小国燕齐和秋辞所用的语言 随着古国没落 土火罗文也常买黄土 十九世纪 土火罗文残卷在新疆陆续出土后 这种消失的文字才得以重见天日 季显林的老师西克教授 是当年破解土火罗文语法的权威 他坚持将毕生的研究成果都传授给季显林 现在世界上懂土火罗文的学者 包括季显林在内 估计不超过三十人 不过季显林回国后 一直没有机会再接触这种文字 直到一九八三年 现在我们的地下 发掘出了好多被业精 不是繁文的 土火罗文也有 跟他们俩字母也不认识 在那个趁热室里面倒着摆 新疆那个馆长 另外这五五区里也有出息 请自在我家来送着 我说我不行没干 我人家没干了 我说他两个 你不做谁做 没有人做 我说试试看吧 七十岁的季显林 接手了这批 总共四十四张八十八页的 土火罗文残卷 他花费了十五年时间 才完成全部残卷的整理和翻译工作 并且以英文节级成书 这项浩大的工程 不仅是土火罗文研究史上 最大规模的一次 也为中国学者 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填补了空白 当初到德国留学时 季显林原计划只抖留两年 然而二战的爆发 使他被迫滞留在歌亭根 季显林说 这十年是他学术上的春天 他一方面在大学担任汉语讲师 一方面埋头研究梵文 继博士论文之后 他又接连发表了两篇重要的论文 这些论文章的华士论文章 这些论文章的华士论文章 是第一次的研究 他是北京大学唯一的终身教授 学术著作打千万字 他精通多种语言 专长研究冷闻的范文和同伙俄文 一代鸿儒 季显林 您正在收看的是人物栏目 要问国务院任免香港三名主要官员 沈阳文大 抖绝了法院的工作报告 这可是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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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起这块牌 扁 七十三 等我们下午 从两点开始 每天 半个世界是烂 您先十几份报纸 我都念不过来 全国的 全世界的政治问题 就参考 这个闭念 参考有多少版 都能往这边念 天下大事 批复有色 这是中国的传统 中国知识分子 一样这样的 1946年 季显林从德国留学归来 北京大学立即聘请堂 出任教授 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当时他只有35岁 妈 你不要走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成立 国家的这个地位 提高了 我们五一年 到印度去 碰了好多印度画脚 他讲 但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之前之后 印度人给我们的待遇 完全不一样 瞧不起我们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 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 之所以 文库共产党 就因为他 让我们国家的这个地位 提高了 季显林在北大55年 曾出任过副校长 系主任 研究所所长 上世纪90年代 他辞去所有行政职务 只保留了教授的工作 50多年来 李玉杰一直担任他的秘书 虽然他已经从北大退休 但仍然跟随着季显林 义务为他料理一切事物 先生从92年到现在为止 连续走人 神母走 女儿走 夫人走 姑爷走 几乎是年年都会有人走的 这么一个情况下 但是在先生这儿 没看出来什么 他是照样写东西 照样的这个 很正常 这是从表面上来看 但是 我因为我比较了解他 而且也在跟他身边的时间很长 他沉默不语的时候 话比以前更少了 他是越在这个时候 他是越是去干工作 他近几年来写了几百万字 都是在这种悲伤中度过的 季显林的住所在北大魏林湖畔 住在附近的人都叫这一带的荷花为祭荷 这些是季显林多年前亲手撒下种子 繁补养出来的荷花 而他当年带入北大的梵文和印度学 如今也已经开花结果 在国内高韩文的都这是我的学生 你到了这 从这个德国一直在中国来的 当这个人去 挺滑大 我实际上这个 北大设计 2006年4月 印度两大史诗之一 磨合婆罗多的中文权译文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吻试了 这是由季显林的几个第二代 第三代弟子合作完成的 另一部印度史诗罗摩也纳 是由季显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翻译完成的 趁我们师生这两代里边 能把这两大史诗搞完的话 那也是为我们社会文化记者做点恭喜 我们把老师也看得栽生父母一样 他的恩情很深的 因为他这边 我们这边本人 假设说能有一点成就 那你不靠老师教的话 像这种特别这种冷门的 你根本拿去学 高宏是季显林亲自指导范文的最后一个学生 博士毕业后 他放弃出国 宁愿留在季显林身边 祝他一臂之力 在我今后的这个生活当中 会永远还你这段时间 我愿意陪先生度过这个 他生命最后的多少年 我们为什么不愿意离开季先生 就是因为我们确实是受季先生的这种 个人魅力的这种影响 包括季先生的学术人格各个方面的影响 我个人来讲 我宁愿这个 现在目标是要活到一百五十岁 因为中国国富了 民也强了 经济科技都发达了 神五神六也上天了 我要活到一百五十岁 他的手术成为世界上对抗重度肥膀症最有效的手段 他把每一层手术当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作品 无穿上外科手术是他最终的理想 外科医生郑成竹 明天同一时间请收看人物栏目